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硬方越界人员和设备已全部撤回边界硬方一侧 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驻守 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 中方长期以来在洞朗地区进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 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建设规划 你只说硬方人员和设备已全部撤回边界硬方一侧 那中方是否也后撤了 是双方同时撤军吗 而且由于中方修路才引起争端了那段路 还修不修了 当然 为了展现我们大国胸怀和大国后背 我们先转身往回走的 至于解放军还修不修路 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过去七十多天 中印撕破脸皮 解放军是按照打仗做准备的 能够支持战争和军队长期驻扎的基础设施 都在洞朗建起来了 远远超越了一条路 所以还何必再纠结 修不修那条路呢 那就是说解放军停止修路了 共军也往回撤了 那岂不是印度已经完全达到了目的 应该是印方赢了 怎么会是我们赢了 你这位记者怎么这么喜欢死扣细节呢 好吧 我们是停止修路了 那是给他们面子 而且要给足 懂吗 否则印度总理莫迪 不来中国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怎么办 我是说 中印是邻居 俗话说 原青不如近邻嘛 中印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印友好 要比中印交恶 更符合两大邻国的利益 中方一贯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牧邻友好关系 致力于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维护两国关系大局 有报道说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给印度200亿美元贴息贷款 才是印度在中印终端边界撤兵的原因 请问贴息贷款是什么意思 你这位记者要加强学习啊 贴息贷款都不知道是啥意思 贴息贷款就是印度向亚投行贷款 由中国政府担保并支付利息 等等 什么贴息贷款 谁说中国向印方提供贴息贷款了 我差点被你给绕进去 相关报道纯属捏造 动朗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寸都不能少 虽然我们有钱 但我们绝不会用经济利益做交换 中国军队将坚定履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神圣职责 坚决捍卫动朗的一草一木 犯我天朝者 随远远近接触 好了 下一个问题 最近朝鲜又发射导弹 且有史以来首次直接飞越日本上空 金正恩称 此次弹导导弹发射训练 是朝鲜军队进行太平洋上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是牵制侵略前哨基地 关岛的意味深长的前奏 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朝鲜试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中方不赞成 我们会根据安理会成员国共识 对朝鲜这次试射做出必要反应 同时 中方坚持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半岛核危机 呼吁尽快重启六方会谈 各方不要再做刺激地区局势紧张的举动 中国一直呼吁六方会谈 可是除了中国 其他五方都不看好六方会谈 而且已经谈了那么多年 毫无成效 为什么中方还热衷六方会谈 为什么 因为朝鲜六方会谈 是我们玩的最好的一张牌 不明白啥叫玩的最好的一张牌是吗 这么给你解释吧 六方会谈是中国做东 邀请其他五国 或者说邀请绑匪和被绑架者坐下来谈判 但只是谈判而已 却无意真正解决问题 而是继续保留危机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问题本身就是答案 暗中支持绑匪 然后以中间人的角色和各方商量勒索金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爽的 可是我们知道 无论谈判前谈判中还是谈判后 朝鲜从来没有停止核武器的研发和制造 会谈毫无意义 完全是浪费时间 谁说会谈毫无意义 挑衅制裁谈判 再挑衅再制裁再谈判 在这个循环中 朝鲜得其所愿 拥有了和国家地位 以及用它勒索了不少的钱财 我们也得其所愿 一张威胁人类和平的王牌 以及由此获得的大国地位 难怪川普总统发推说 对话并非答案 和朝鲜对话25年白花冤枉前 美国议会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对朝制裁 并敦促中国真正发挥作用 因为中国是在国际上支持朝鲜的最重要力量 所以这张牌不那么好打了吧 是啊 川普是个聪明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 也点出来了 不像前几人美国总统 揣着明白装糊涂 而金正恩也不傻 看透了我们的如意算盘 所以他也将计就计 玩我们的牌 不明白是啥意思 金正男被暗杀 就是金正恩对我们的警告 绝不允许吃朝鲜的饭砸朝鲜的锅 更要命的是 假如朝鲜真的陷入绝境 他首先要打击的不是随远必诛的美国 而是一一带水却撒手不管的中国 要知道 这流氓小弟翻脸带来的仇恨 从来都大过宿敌 所以 我们由原来的八面玲珑 到现在的两头受气 唉 愣是把一手好牌给玩烂了 什么 玩火自焚 嗯 就那个意思吧 好 下一个话题 中共十九大将于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 此前有日媒披露了下一届常委名单 请问您有何评论 恐怕都是烟雾弹 再说知道我也不敢评论呢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不管下一届常委是谁 外交部发言人 还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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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